詹姆斯 鑽廓的高山美景 攀岩 瑟西 跟著詹姆斯一起來走石牛山 大家好 我是詹姆斯 我現在在關西的石斧宮 那我們今天要去走石牛山 剛剛已經在石斧宮的停車場 江車停好了 我們現在正要往登山口的方向 石牛山有兩個登山口 基本上一般來講 大家都會選擇右近左出 原因是因為右邊的路會比較陡峭 需要有一些攀爬 那左邊會比較平緩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走法 所以我們就是 按照這個比較安全的走法右近 好 那我們出發吧 我們現在正在沿著殘野道路 往登山口的方向 我們剛才經過一座名宅就是戴宅 然後接著你們就會看到這邊 開始有一個指示牌石牛山 要往這裡走 石牛山位於新竹與桃園的交界 因為風頂的巨原 像一頭巨牛的臥子而得名 但為台灣小百岳之一喔 我們從剛剛名宅這邊的小路進來後 那路徑呢 我們慢慢轉為比較原始的路了 這邊有經過一花圃 這水看起來滿深的 不過水很清澈 現在的路況越來越原始 然後可以看到其實 地也滿明明的 因為呢 這個周間呢 剛好是沒雨季 然後又下了兩到三天的大雨 所以這路況就沒有很好了 這邊開始要攀了 大概有 應該有一層樓高 這邊攀攀到這裡 我們剛才從那邊這樣爬上來 好那我繼續再往下了 我們再來要鑽過洞了 然後從這邊這樣爬上去 然後鑽過那個洞 那洞還蠻小的 好走吧 我們剛才從那個洞 鑽出來 好現在呢 要繼續再往上攀了 要爬到 上面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走了大概一小時二十分 那目前已經爬升三百一十八公尺 算是短短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爬升很多 然後看起來前面還要繼續再爬升 好 那我們繼續加油吧 我們到最後一段了 我們到最後一段了 大家看到這邊這個 標示的時候表示說我們只剩五分鐘 好 好 加油 好 加油 再上去就到三角點了 我們已經到石牛山了 那這邊三角點還拔六百四十一公尺 這邊四十一公尺 跟石壁上有柯有石牛山 三個字 這邊的展望非常好 前面有隻蝴蝶 停在葉子上 他在那邊吃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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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開始下山了 然後這一顆是蠶廚石 好 我們要從這邊就是慢慢的下去 然後剛剛在山頂上有沒有想要空拍 可是呢 山山的訊號有點沒有很好 只有一個兩個 所以我就放棄了 對 因為沒有訊號的時候 備受其實很危險 而且剛剛人又突然變多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慢慢走下山 走回石府宮 我們現在在下坡 那 嚴格來說 我覺得下坡 的路段 是有比剛剛上海的地方 稍微緩一點 沒有那麼多拉繩 可是呢 因為地也都是算蠻濕的 蠻濕的 所以呢 坦白說也沒有好走到哪裡去 好 那如果沒關係 既來自止安之 我們加油 慢慢下去 下山的路呢 前半段基本上是比較陡橋一點 但的確就像剛剛提到的 拉繩的地方比較少 然後後半段基本上就像這邊 這樣子比較平緩的路 好 我們應該是出來了 看到冰仔了 我們下山呢 那 現在 買一個 仙草茶 來接合一下 我們走回到石府宮呢 那我們今天總共呢 大概走了快三個半小時 然後呢 5.7公里爬升呢 大概是380公尺左右 好 那我們今天旅程就到這邊囉 那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山